经过6年,全球销售量达200万辆的特斯拉Model 3迎来了更新,进行美学提升,增加续航里程并升级功能。 在众多间谍照片和猜测的疯狂讨论后,这款新Model 3可能是今年最受期待的电动车。 这次更新的Model 3,在内部代号为高地计划Project Highland的基础上,外形更精致,前后不经过设计,内装也得到改进。 特斯拉表示,他们已经改进空气力学性能,以提高续航里程,并减少阻力和风噪音。 目前,这些更新仅适用于后轮驱动和长续航LR版本,更加时尚的设计,前车头比以前更尖锐,具有更前进的线条。 重新设计的大灯以及全新标志性LED日间行车灯,在大灯下方渐变的引擎盖边缘褶皱更锐利,一路延伸至挡泥板。 侧面轮廓不变,后方则拥有突出的环绕式C型尾灯。 特斯拉的品牌名称,现写在两侧灯间,以取代灰镖。 多幅辐射轮圈设计也是全新的。 品牌增加两种新颜色,Ultra Red红色和Styles Gray灰色。 尺寸大致不变,新Model 3涨了1英寸,长度为185.8英寸4720毫米。 高度则缩短1分之1英寸为56.7英寸1441毫米。 另一方面,离地间隙从5.5英寸140毫米降低到5.4英寸138毫米。 更长的续航里程为看点。 据估计,使用18寸轮圈的后轮驱动Model 3在Welt P80测试标准的续航里程为344英里,相当于554公里。 而长续航LR版本则可达421英里,相当于678公里。 这比当前的305英里和374英里Welt P80续航里程增加约11%。 若使用可选配的19寸Nova轮圈,后轮驱动Model 3在Welt P80测试循环中可行驶319英里,相当于513公里。 长续航版本则显示为391英里,相当于629公里。 后轮驱动型号的0到62英里每小时加速时间6.1秒。 长续航四轮驱动版本则为4.4秒。 新后轮驱动版本19寸轮圈在欧洲测试循环每行驶62英里相当于100公里,消耗13.2千瓦时。 而长续航版本则是14.0千瓦时。 Model 3的内装现在看起来更休闲。 采用环绕式设计,搭载铝和织物材料的包围式结构。 全新的环境照明覆盖整个车厢。 由于采用了隔音玻璃和改进的隔音材料,车厢更安静,内部的数位空间更多。 中央15.4寸萤幕尺寸相同,但边框更窄。 提供较大的可用萤幕区域。 还有一个新的8寸后排显示萤幕。 整合气候控制,通风和娱乐控制。 特斯拉将方向盘上的操纵杆提换为方向盘控制元件。 就像Model S和Model X一样。 中央15.4寸萤幕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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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